不得不说,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个特别奇妙的民族 我们有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和最大的广场 有最多受虐型球迷和全世界最难懂的艺术 是的,我们的艺术就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没有之一 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吧 但它却隐藏着怀才不遇的情感 你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头牛 但它却承载着治国安民的抱负 这好像是一颗兰花 其实它却象征着不是二主的气节 总之当你站在一幅国画面前 仿佛总有一个声音在背后告诉你 你看到的其实不是你看到的 我想一定会有人好奇 这些乱七八糟的内涵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但好奇归好奇 千万别真的问出口 倒不是low blow的问题 因为一旦问了这个问题 就会同时解锁无数个听都没听过的词条 然后当你经受了一万点文学常识系暴击后 结果往往就是当我没问 所以今天我就想试着 再尽量不点开词条的情况下 聊聊这个话题 丹娜在艺术哲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任何艺术形式的诞生 都与它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 这句话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条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们从头再来 问题什么来着 对了 要看懂中国画背后的内涵 首先我们得拎出一个核心问题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艺术的表里第一 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 敏巴纠结和精神分裂 艺术形式的诞生 往往和它的产地息息相关 古罗马雕塑为什么总不穿衣服 就因为地中海的炎热气候 文艺复兴为什么总流行血腥暴力题材 因为那话的艺术家过着侠客般的生活 一言不合就拔刀不开 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艺术 那么一群精神分裂的知识分子 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环境呢 我直接告诉你结果啊 他们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 业余画家看不起职业画家的国度 又是一个独一无二 你就说奇妙不奇妙 在古代判断一个人画得好不好 并不看他的绘画水平 主要看他的社会地位 如果某个人身居高位 或者是个远近文明的学者 那他的画就一定会是好画 听起来好像很扯淡 其实还好啊 这就好像亿万富豪说的话 就会被许多人奉为改变人生的金句 是一个道理 听懂大声 当然了 这也不完全是信口词谎 这套奇妙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文人士大夫认为 绘画是修身养性的方式 画的内容会直接反映画家本人的修养和品格 这听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歧视职业画家呢 这里就要转个弯了 职业画家为什么画画 当然是为了卖钱了 但文人画画是为了映射他的灵魂 卖画不就等于出卖灵魂吗 所以他们肯定要和职业画家画清界限 就好像算了还不举例了 说出来肯定爱马 总之这种处事哲学就滋生出各种各样怪诞的现象 有些穷画家既是饿死 也不肯出售他的作品 倒也不全是因为清高 主要因为卖画是会掉段位的 从知识分子掉到摆摊卖画的小贩级别 谁知道来的呢就是名声受损 导致作品更加无人问津 从此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但只是不让卖 那倒还好 还可以拿来做礼物换人情什么的 但文人警察他会时时刻刻盯着你 甚至连画太好 也会被诟病动机不纯 有刻意迎合大众审美的嫌疑 但保不起有些天资聪颖画什么像什么的 他们就为了避免被看出降气 只能故意画得歪一点 粗糙一点 千方百计的表现自己不专业 比如画群山中的林巫石 你会发现他的阳台的朝向 居然和湖面朝向一致 房子就好像躺在群山中一样 阳台朝哪 朝天 因为有些可以画成这样的人 却硬要画成这样 看到这里不禁叫人好奇 中国文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疯的 如果真的要追根溯源的话 可以一直追溯到宋朝 宋代的审美是公认的中国历史最高峰 但一般来说爬到顶峰 通常就会开始作妖 宋代的职业画家倒还没有受到歧视 北宋皇帝宋慧忠甚至亲自办艺术学院 来培养职业画家 比如像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 这样的顶级杰作 也都是画院职业画家的作品 但几乎同时 文人站队这边出了一个力挽狂澜的牛人 他叫苏东坡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擅长做红烧肉的天才 苏东坡曾经说过一句影响中国艺术史的话 论画以形似 见于儿童林 意思就是说 画画如果只追求像不像 那认知水平就跟小孩差不多 这句话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 儒家经典将诗书画定义为文人寄情欲信的工具 那也就是说通过诗歌书法和绘画可以反向感受到作者创作时的心境 比如颜真卿的记者文稿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即使相隔一千多年 我们也能通过他笔法的力度 干枯的墨迹和杂乱无装的土改 感受到他在战场上搜寻侄子头颅时的悲痛欲绝 那反面的例子也有 比如弹幕小皇帝前卢的子 我们可以从万岁月绵软无裂的笔法中 感受到他那长长绵绵到天涯的满足期 但书法诗歌和绘画倒还有点不一样 毕竟字里行间是可以传达信息的 而要通过绘画感受心境 显然会更加抽象 说白了就是门槛太高了 但是这或许正是文人希望达到的效果 本就不想让所有人都看得懂 当时也有人对苏东坡的理论提出异议 比如史上最著名的业余画家宋徽宗 他觉得画画的前提就应该是画的像 虽然宋徽宗本人是提倡通过绘画制造联想的 但如果都看不出你画的什么 要怎么联想呢 还有人直接对喷苏东坡 画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画的像 不像画他干嘛 但是显然这些声音都没有被留下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名气都不如苏东坡想 就像前面说的 名声决定一切 但平心而论 苏东坡的画也不是在鼓励所有人 应该故意画不像 虽然他说追求像是小孩的水平 但小孩都可爱 他要表达的应该是我们这些 艺业余文人画家的话 也有自己的味道 不要因为画的不像就一杆子打死 总的来说还算冷静中立 但后来又是怎么变得越来越魔震的 我们把时间快进到元代 中原地区进入了蒙古人统治的时期 要知道文人唯一的出炉就是做官 但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汉人知识分子的仕途就被封路了 有些是因为对前朝的效忠 但大多数是遭到了种族歧视 蒙古人当权的时候 汉人通常是不会获得太多上位的机会的 大部分的汉人就此突然断了银声和奋斗目标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刚开始肯定是聚在一起骂政府 这种文人间的聚会叫做雅吉 雅吉最重要的节目是副诗和互相正话 话不能卖 但是可以用来正知音 而诗歌和绘画就成为了元代知识分子 表达不满情绪的主要媒介 但骂政府这种事情自然不能蒙着来 因此诗话中的情绪一般都会藏得很深 深到喷子看不懂 比如这幅墨兰 兰花在楚词里被屈原形容为高风亮节的君子 而画中的兰花并没有长在土中 所谓君子不着地 因为土地被一族所夺 身为君子只能漂泊不定 生吧 那再比如这幅俊古图 马自古以来象征气节和忠诚 而古兽如柴的马 往往会让人联想到他主人的悲惨命运 前朝的主子完蛋了 但我既是饿死也不能让不相干的人气 九二九之代元旦文人发现 用苏东坡那套绘画理论来阴阳怪气 就真的很好用 那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快速在知识分子圈层中积攒名声 同时使自己的作品更加有价值 画是不能卖没错 但你知道中国人有多会变痛 不换现金 可以换礼物换人情 再不寄还能换个管吃管住 不管怎么说 总算是一条既不丢面子 还能填饱肚子出路 自古以来 中国文人但凡卡在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上 就必定会经历一系列理想报复 和忠孝节义之间的矛盾纠结 简直就像肚子痛 却憋着不上厕所一样 就让人看着都难受 他们对当权者失望透顶 同时又希望得到朝廷的赏识 同时还不能表现自己希望得到赏识 最好每个君主都能像刘备那样 带两个打手趴在窗上偷看他睡午觉 而对于前朝的移民来说 忠诚不是二祖的道理谁都知道 改朝换代 按理是应该自杀殉国的 但无奈家中有老母 自杀又是不孝 相信你只要读完九年制义务教育 就一定听过类似的故事 这种反人性的拧巴思路 后来还衍生出了一种叫朝影的古怪价值观 白天在皇宫上朝 晚上回到战地百姆的乡间别墅思考人生 主打一个做官归隐两不误 你说中国人都会变通 而一旦进入太平盛世 当知识分子再次掌权后 马上又会制定一些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规范 比如明代礼部尚书董奇昌 一个身居高位的业余画家 直接开地图炮 将中国绘画史一分为二 划分为南北两宗 北宗是由职业画家组成的学院派 南宗则是由业余画家组成的印象派 你如果打开南宗的名单 就会吓一跳 什么王为苏东坡等等 这都是语文书里的常客 而碰巧董大人也是南方人 从此以后 正式确立了高官业余画家 要比职业画家高级的共识 说起来导演很符合古代官场的逻辑 毕竟科举考试也从来不考业务水平 只考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 因此画的好不好 自然也不再画的好不好 而在于他的名声和品格 高官业余画家自然不需要靠卖画赚钱 真的职业画家也无所谓 哑不哑 画画本来就是养家糊口的手艺 最惨的是卡在中间的那批 放着蓝领手艺不能用 天天做着公务员的梦的 非高官文人画家 但在这种看起来拧巴 实际也确实很拧巴的艺术环境下 居然还诞生了一个特例 他叫唐伯虎 又是一个和东坡一样 可以凭一己之力打所有人脸的牛肉 唐伯虎从小接受古典教育 去参加科好又连中三元 但却未获官职 他就靠卖画养活自己和 一二三四十六个老婆 那卖画这件事情呢 是他自己大方承认的 卖画怎么了 他的这幅野亭矮瑞 就是一件典型的商业作品 这是一幅庆祝书斋落成的作品 亭子里坐的这位呢 就是这幅画的甲方 名叫钱童爱 注意钱老板面前的山间小道中 有个童子 他背了一箩筐的草药 为什么要背草药呢 因为钱老板家里 就是行医卖药的 可见啊 当时唐伯虎很可能 就是按照甲方brief做画的 而像唐伯虎这种级别的画家呢 他是不需要去上街摆摊卖画的 他的画在当时供不应求 贵族富商排着队向他邀画 但确实没人敢说唐伯虎 只不过是个画匠这种画 最后呢 甚至专门为他想出了一个新名词 叫文人职业画家 就很扯 好像业余的专业画家的意思 那在他之后啊 就出现了正板桥那样 直接把价目表贴在自家门上的文人画家 所以有的时候啊 赚钱别这么拧巴 看起来反而会比较潇洒 但是呢 中国文人的拧巴呢 是刻在骨髓里啊 流淌在血液里 一直流传至今的 今天的文化人呢 总会表现出一副 羞于赚钱的姿态 当艺术作品和商业 迫不得已结合的时候 总能感受到那种浑身不自在 于是呢 就更容易出现一些 不伦不类的作品 潇洒点啊 赚钱怎么了 所以呢 各位甲方大人 如果你给我投广告 我肯定夸得你浑身半天 因为啊 讲了半天呢 好像还是没有回答当初的那个问题啊 中国话背后那些内涵 究竟要怎么看 那我教你个窍门啊 遇到语言代的话 一般不是表现怀才不遇 就是表现家国情怀 或者忠诚不是二主 那明代之后的文人呢 日子好过了些 画的山水呢 一般都是在表现诗意 或者宁静 那所谓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但如果遇到宋代 或宋代之前的作品 那就尽量学会闭嘴 宋朝人实在有点捉摸不透 好了啊 感谢你看完这条 我为我广告做广告的广告啊 那既然都看到这里了 也要不顺手转发一下 感谢你看完 拜拜